我現在給各位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那一般來講最簡單的就是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這個是台中 因為他知道你在台中對不對 How is the weather in London? 你要講的時候 就是當然周圍還是要比較安靜一點 剛剛有點雜音 所以他就辨識到其他的 Set up schedule OK What time? It's the end Here is your appointment Should I pencil this into your calendar? Yes OK I'll save this for you now OK I save the 2S planner 這個時候就 Do you like me? Of course 好 特別是失戀的時候 就是 怎麼全世界人都不愛我 但是還有一個人愛你 就是Kalaxy S3 會愛你 好 這個 當然你也可以回去試試看講說 I love you 那他會講什麼 就是 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好 好 這個就是很人性化 對 剛剛可能大家就是看了很多S Voice的示範 然後就是一直覺得S Voice就英文英文英文 可是其實不是 它裡面還有另外一個應該是三星自己做的吧 三星喚醒功能 那這個三星喚醒功能它也是用語音 可是它的語音聲控是可以講各種語言 它各種語言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設定一個聲音的指令 然後你之後再講出 對的就是在這個解鎖畫面講出這個指令 它就會執行你指定的動作 大家可以看那個 像 對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它那個 這個功能的設定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有讓你 有四個Function讓你自己設定 然後還有加上一個S Voice 所以其實就是用三星喚醒功能的話 你可以自己設定 四個 自己設定語音 然後開啟四種功能 我記得它裡面有七八種功能讓你選 像音樂啊 鬧鐘 請示例像 這的話它是在安全設定裡面 安全性 然後有一個解鎖 解鎖螢幕的設定 嗯 然後最下面有一個換行指令 那其實我 我這邊啊 我的音樂 這是我自己設的指令 每次我先把你的聲音錄起來對不對 對 其實就是我在解鎖畫面的時候 講愛你 它應該是 應用程式裡面 其實你也可以用神控去操作功能 然後比方像相機啊 拍照的時候 Smile 對 它自己就 咔嚓拍了 然後 其實我這邊想玩一個啊 就是 在用前鏡頭自拍的時候 也可以用神控 而且它的 就是前鏡頭拍照裡面工人還蠻多 就是有 有微笑快門 然後還有美顏模式 就自拍還有美顏模式 就 非常適合本人 Smile 喔 開拍了 哇 沒錯 這樣子自拍真的非常方便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可能 手會卡卡的 不曉得要按哪一個鍵 然後又不小心按违反违鍵 那今天如果有聲控自拍的功能 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利 是所有人都要笑 對 所有人都要笑 所以 就是我喊一二三的時候 大家就一一一一 拜託 然後它就會自己拍照 就會馬上的按下去了 一二三 一 哇 很方便對不對 對 它就 微笑快門的功能 對 所以成功比較淡 好 現在最後四分鐘請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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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